杨过和李莫愁有个女儿是谁 难怪见李莫愁离世 杨过会黯然神伤 尽管李莫愁在书中 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反派角色 却让无数读者记忆犹新 原来李莫愁肌肤圣血 娇媚动人 加之说话之声又是温柔甜美 实乃神雕时代 一位不亚于黄蓉的角色美人 只不过李莫愁早年 曾和一个叫陆展元的男子 谈过一场恋爱 到了谈婚润嫁的地步 哪知陆展元转身爱上了另一位女子 而是如此 李莫愁仍是洁身自好 魅力非凡的她依旧是一个处女 可见 李莫愁只是欲人不书才黑话堕落 她本就是一个痴情的女子 这也是读者们为何对李莫愁 感慨万千的原因之一 在神雕侠侣的末尾 李莫愁身中情花剧毒 又遭遇了群雄的围剿 万念俱灰的她 所幸投身于火海之中 在最后一次吟唱那一句 问世间情为何物后 李莫愁就这样丧身于火海之中 看过原著的朋友会发现 身为男一号的杨过竟对李莫愁之死 表达了哀伤之情 书中是这么写的 杨过从断肠崖前赶回之时 本想到大厅去抢出公孙绿鳄的遗体 但火头从大厅而起 没行到半路 早已望见厅堂四周烈焰冲天 这时火势欲大 想起绿鳄和李莫愁一善一恶 同是殉情而死 同是葬身火枯 心下黯然 不禁一声长叹 此时的杨过历经了诸多生死磨难 绝不是一个轻易多愁善感之人 为何会黯然神伤 还不禁一声长叹 值得一提的是 李莫愁虽屡屡加害小龙女 但她似乎对杨过颇有好感 早在神雕的开篇 年仅十三四岁的杨过 就将李莫愁紧紧抱住 以便让成英 陆无双等人逃跑 那时的杨过手无腹肌之力 如何会是李莫愁的对手 然而李莫愁被杨过抱住之后 竟浑身酥软 有一种极其美妙之感 多年之后 杨过又在古墓抱住了李莫愁 这时的杨过长身欲力 英俊潇洒 更是抱得李莫愁快美难言 好似没了骨头一般 读者们都看得出来 李莫愁喜欢杨过 金庸也这样写道 此时李莫愁见杨过 这般曾经对待小龙女 不由的又羡慕 又恼恨 想起陆战元对自己的负心薄信 双眉杨起 叫道 师妹 你当真有福气 身为常人的我们都看得出来 李莫愁喜欢杨过 聪明绝顶的杨过 其会看不出来 那杨过对这位手身如玉 吹气如蓝的李莫愁 有没有动心 读者认为还是有一点的 也有可以参考杨过对待陆无双 公孙绿鹅等美女的态度 原来杨过乃杨康之子 也是一位风流人物 面对李莫愁这样的大美女 说杨过没有半点感觉 显然说不通 这样一来 不仅能解释眼见李莫愁离世 杨过为何会黯然神伤 也能解释 当年李莫愁被冯莫风 用烧红的铁锤 弄得一不蔽体 也是杨过脱了自己的衣服 给李莫愁披上 此外 杨过和李莫愁 还在机缘巧合之下 度过了一段幸福 又美妙的快乐时光 陪伴他们的 还有杨过和李莫愁的女儿 那时 小郭湘刚在襄阳城 姑姑落地 郭静 黄荣就遭遇了 金轮法王的偷袭 阴差阳错之下 小郭湘被杨过抱走 杨过后来遇到了李莫愁 李莫愁误以为小郭湘 是杨过和小龙女所生 可杨过矢口否认 李莫愁平日里杀人无数 但一见到可爱的女婴 就情不自禁的心生怜爱 他和杨过一路寻找奶源 为的就是喂饱锅香 在路过一家农户之时 李莫愁发现了一个 正在奶孩子的少妇 书中是这么写的 那少妇的儿子给摔在炕上 手足乱舞 大声哭喊 那少妇爱惜儿子 盲伸手抱起 杨过见那少妇 袒住胸膛 立即转身向外 却听得李莫愁喝道 我叫你给我的孩子 你没听见吗 谁叫你抱自己儿子了 你看李莫愁的这一句 给我的孩子竟然脱口而出 可见在李莫愁的潜意识里 小郭湘就是他的女儿 那这个女儿 又是李莫愁河水所生 自然就是李莫愁身旁的杨过了 毕竟李莫愁 一直误会郭湘是杨过的女儿 反观杨过这里 他对于李莫愁的那一句 我的孩子没有出言阻止 也是默认了 和李莫愁的夫妻关系 二人随后又抱着郭湘 寻找母豹 最终成功解决了 郭湘的奶缘问题 也是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让杨过对李莫愁 有了重新的认识 这样一来 杨过为何会对李莫愁之死 黯然神伤 倒也显得合情合理 毕竟一日夫妻白日人